看一部电影《T百万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书电影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部 看到最后会感动的电影 李米的猜想 在云南昆明 李米对着每一位上他车的乘客 念叨着一串神秘数字 通过他神神叨叨的字语 得知他在找他消失了四年的男朋友方文 刚才的那一串数字 是方文消失后 第多少天寄信过来的日子 这四年来 他总共寄了54封信 心里没有填写程式 住址 电话 内容也不过写的是他日常生活 这种能知道他活着 但又找不到他的感受 让李米很抓狂 于是呢 他逢人就拿方文照片给他们认 试图从乘客那里 获取一点意外信息 一个寻常的一天 车上载了两个农民工 他照例拿方文照片给他们看 王爷辉演的叫《求火柜》 王宝强演的叫《求水天》 李米看他们端详了半天没反应 一把抢了照片回来 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后 李米要找《求火柜》一块钱 但因为车里没零钱的缘故 他不得不下车找小藩换零 一排问过去都没人愿意换 《求火柜》有点等不及 就从后座拿走了一本杂志 用来抵消一块钱 把杂志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全都是方文的照片 李米回来时 并未发现杂志不见 只是四处张望地寻找《求火柜》 想要还上那一块钱 《求火柜》和《求水天》下车后 按照计划来到人行天桥 和戴墨镜的监影人碰面 他们起初有点不确定 但墨镜人对他们笑了笑 他们才敢自报信名 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墨镜人对他们念了一首诗 念完后就自己跳下了天桥 还砸到了一位叫马斌的小火车上 当场身亡 马斌的女朋友飞飞下云 马斌下车查看墨镜人情况之时 天桥上的《桥水天》被人挤掉了杂志 刚好掉到了马斌面前 他打开一看 里面的人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他抬头和求性兄弟四目相对 随后像是着魔似的立马爬上了墙 追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跑了过雪 马斌是方文吗 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 马斌还是让求性兄弟成功逃掉了 年纪小一点的《桥水天》 有点绷不住 他害怕墨镜人的自杀 是因为事件败落被警察发现 然后让者要去厕所 结果被求火柜暴打了一顿 这时一道半价机票的好外甥 让心机如焚的求火柜恢复了冷静 求性兄弟为何会害怕警察 什么事情不能败落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依旧往下看 虽说墨镜人是自杀 但遭到飞来横过的马斌 也自认倒霉 车子被扣留 人也要带到警察去做笔录 求性兄弟为了买半价机票跑路 不得不去找熟人借钱 巧的是 在路边拦车的时候 又拦到了李米的出租车 李米一看着他俩 还很热心地想要载他们 结果求火柜立马改口说 不用了 李米出了一口言 挂上挡开走了车 随后在后视镜里看到 求火柜晕倒了路边 他又把车子倒了回去 再走了他们 求火柜是因为肚子痛才晕倒的 李米还特意跑到药房 给他买了三粒痛 因为上次一块钱的交集 李米看他们老实 就想好人当到底 干脆送他们到目的地 求火柜有点不好意思 但还是告诉了他 他们要去马普 找亲戚借钱买机票 马普是一个离世中心 比较偏远的地方 李米有点犹豫 可话都说了出去 只能硬着上了 求水天将一切看在眼里 觉得李米是个好人 一路上对他很是惊人 敞开心扉地聊天 当李米问他 为什么来昆明的时候 求水天羞答答地告诉他 他是来找小香的 小香是他初恋女友 小香他妈叫小香出去卖 小香不同意 就一个人逃到了昆明 他妈还说 如果求水天要娶小香 就要给他一万块 钱现在他有了 但最主要是要找到小香 肚子好一点的求火柜被吵醒了 水天还在和李米聊得热火朝天 他模仿小香 嗲嗲的讲话方式 李米为了接上话题 就说他家楼下饭店 也有一个女孩这样说话 说不定就是他的小香 水天听到后眼睛都亮了 一直嚷嚷着李米带他去找人 求火柜一巴掌拍过去 让求水天守点规矩 再后来呢 求火柜也聊开了 炫耀着他曾倚一敌疤 搭跑过混混 由于他比划的动作太大 结果一不小心 把武器带了出来 三人面面相去 李米立马查看了一下 四周环境 都是黄堵峭壁 秒无人烟 他把车子停在路边 准备逃跑 求火柜也毫不客气地 敲晕了李米 他叫求水天拿刀威胁李米 向他勒索2000块买机票 他要是给了 不为难他 求水天呢比较老实 他给李米松开了毒嘴的毛巾 还和他沟通 要2000块买机票 为了保命 李米答应给他们钱 但他身上没带那么多现金 只能回去拿 当求水天跑去把消息 穿给求火柜的时候 一辆放音乐的火车 正好从他们车子边驶过 李米生死力竭地呼吸 只可惜外放音太大 盖住了他的声音 他只能眼看着希望 从他身边开走 求火柜被吓得一动不动 货车一走后 他就转身揍了一堆李米 他们更改了计划 打算到马普后 就杀掉李米 卖掉他的车 再拿钱走人 为了不让李米 再闹出什么幺蛾子 求火柜让求水天 一路拿刀抵着他肚子开车 大概还有三分之一路的时候 车子没油了 李米暗想 这是他求求的最佳时机 加油的时候 求火柜一直盯着李米的举动 机智的李米 特意用车门 夹伤了自己手 然后用自己的血 在门背后写上了110 给行的时候 还把钱特意扔到了地上 轻敲车门 让工作人员看到信号 工作人员反应过来 立马报了警 但随后 求火柜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也不去马普了 逼着李米开到山腰的时候 他就下车 开始找最佳抛尸地 求水天负责在车上看守 求水天没有求火柜那么危险 他性格淳朴 思想单纯 李米之前 和他楼下小香的事情 他当时就醒了 在他心里 没有什么事情 比得上小香重要 所以他打算放走李米 让他回家转告小香 让他在那里等他 李米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下他的 会是一个临时瞎编的小香 求水天让李米发誓 不许报警 于是他在一种 料想不到的情景下 成功逃脱 后视镜里发射出 求火柜跑去 打求水天的场景 渐渐地消失在了拐角 李米回家后的第二天 被带到了警察局 夜警官让他辨认一具尸体 是求火柜的 夜警官说 求火柜的死因 是因为他夹带毒品 毒品在体内破裂而亡 一般来说 体内协毒超过24小时 会很危险 但是尸检分析 求火柜协毒 还没超过24小时 好像是服用了散离痛 药里的分解物质 腐蚀了毒品包装 李米回想 自己当时是出于帮他的目的 没想到那药 反倒是要了他的命 听夜警官说 求水天也协毒了 他服用了卸药 把体内的毒品 全部拉了出来 但他对于其他供人信息 却说要见了李米 才会开口 李米有点不敢面对求水天 不管是他撒谎小湘的事 还是报警的事情 他都不知道 该对求水天解释是什么 没想到 他开口的第一句话 居然是问他 有没有见到小湘 李米也不想骗他 就说那是他瞎编的 求水天并不相信 一遍又一遍地 哀求着李米 去帮他找小湘 只要一句话 要他等他 等他一出去 就去找他 夜警官知道了 小湘是讨话关键 先不管三七二十 他还真的带着李米 跑到了他家楼下的饭店 去找了那个 说话嗲嗲的女孩 结果那女孩已经离职了 为了套出求水天的话 夜警官给了李米一张纸条 想借他手 拿给求水天 骗他说 他们找到了小湘 还提供了地址和电话 李米不想再欺骗求水天了 把纸条丢到了地上 夜警官只能告诉他 求水天体内吸毒超过了500克 已经没有出来的希望了 骗他不仅可以拿到线索 还能让他听到最后的安慰 李米听到后 暗自思索了一番 最后还是骗了求水天 把造假的小湘地址 和联系方式拿给了他 不久后 求水天坦白了一切 他是在马浦的劳务市场 认识求火柜的 为了这那一万块取到小湘 他跟着求火柜来到了瑞丽 想之后 就被人蒙上眼睛 带到空房子 塞了78颗药 那些人叫他们跑到昆明 找墨镜人要机票 再飞到广州 把药拉出来 哪会想到墨镜人会闹出自杀这一处 那被砸车的司机看到他砸之后 还发疯似的死命追他们 这当李米想问求水天 那司机长相的时候 叶警官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事的 打断了他们 要送走李米 就是那么巧 李米路过的时候 马兵正在旁边的会议室做笔录 他偷偷地潜入了会议室 慢慢地转过去 看清马兵的脸 喊着方文的名字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马兵声称自己不是方文 为此还请了叶警官 给他和方文的笔记做了笔记鉴定 得出两笔记并非同一人 即便有了这个强有力的证明 但是李米并未死心 他一路跟在马兵的后面 念着那些他记得烂熟信件内容 一遍一遍反反复复 缠着马兵 最后念着念着 他自己都崩溃得不行 绝望到大哭 他不敢相信 眼前那个熟悉的脸庞 不是他苦苦寻找四年的方文 为了摆脱李米 马兵只好对他说了绝情的话 打发他走人 在那之后 李米哭光了所有眼泪 人也大病了一场 最后很下心 把方文给他所有的信都烧掉了 再后来李米才知道 其实那那天的笔记鉴定 有70%的重合率 叶警官像当初骗求水天那样 为了不让李米伤心骗了他 因为马兵就是方文 还是协助求信兄弟 协毒犯运的昆明街头人 方文才是真正的墨镜人 马兵是他伪造的身份 最有力的证据是 他们潜入了方文的住处 找到了那两张机票发票 有一天 李米家门口堕了一封信封 里面有一把钥匙和一张银行卡 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了 没过多久 又有人扔进了一张存折 他连忙探头看望楼下 发现了那个女人的身影 是马兵之前的女朋友菲菲 李米跟了过去 但还是跟丢了他 菲菲跑去找了方文 和他坦白了他的真实身份 其实他是毒贩那边派来监视他的 如今方文身份暴露 上面肯定会派人来杀人灭口 所以他把方文这些年来 在他服装厂赚来的提成 都存在了那存折里给了李米 也算是他为方文最后做的事情 方文看到了隐藏人群的警察 想要逃 但已经来不及 正好撞在了李米的车上 方文死后 李米想起了那把钥匙 他去邮箱里取出了那个盒子 里面有方文留给他的钱 和一个录像机和机卷录像带 叶警官把他放了出来 也没什么特别的线索 都是方文一个人闲着没事 想见李米却不能见的时候 偷偷溜到他身边 录下他洗漱完收衣服的场景 录下他车胎爆掉后 换胎不成功的场景 录下他那集想上厕所 忘记带纸又折回了拿纸的场景 录下他和顾客起争执 甩对方耳光的场景 那一刻李米才明白 这四年不仅仅是他的煎熬 也是对方文的折磨 这部电影的剧本素材 来源于一则真实的新闻故事 一位女司机 被两个穷的走投无路的人绑架 在相处的过程中 绑匪被女司机感动 女司机承诺不报警 绑匪就放弃了杀害她的想法 继后余生的女司机 想到那两人没生计 还会继续犯法 再三思考下 还是决定报了警 将两人抓获 并在他们服刑期 时常探望他们 最后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 曹宝平导演 当时看中了这个素材 但又不甘心那么简单 于是又丰富了女司机的故事 给她加了一条曲折的爱情线 从而让剧本脱离了原来简单的新闻 变得更加戏剧化 影片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 解说里并未全部讲到 虽说看第一遍的时候 直接被周迅演技震撼了 但是倒回去再看一遍 其他演员的演技也可圈可点 这不禁令人感叹 一部好的电影 不仅是要有一个好的题材 一位厉害的导演打幕加工 一些演员的优秀表演 每个环节都做到最好才行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电影 不妨点击下方的订阅 点赞评论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